欢迎走进这边的兄弟们 大家看一下咱家的食材 我跟你说做餐饮的食材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咱家这个串都干扒进去 这个东西烤完干扒的 就跟小时候咱们炸油汁的那个味道 非常好 烤炉旁边聊烧烤 手机直播不能少 小铁王我跟你说 风中的季节马上都到了 有点小鲫鱼 满满的黄金色 火候翻串有门道 一边干活一边烙 韩小伟烧烤高手 在他看来 独尊一人烧烤实在太寂寞 得烙着磕 分享着制作美食的乐趣 才叫环烧烤 今秋时节 琳琅满目的食材 都被他摆在烤架上 在热炭的温度中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听说他家的招牌烤品 十分特殊 前去一看究竟 还没进门 就被嫂子陈莉莉拉着去找食材 她着急忙慌是要找什么呢 咱们今天在这鸡棚里头 是要抓鸡做烤鸡吗 不是 咱们是需要它下的鸡蛋 鸡蛋呀 那这鸡蛋也是烤吗 烤 咱们烤鸡蛋吃 是吗 鸡蛋好烤吗 还可以吧 但是这鸡蛋 咱们一般不就是市场 或超市买的 咱还非得亲自到鸡窝里头来拿 因为这是小笨劲下的鸡蛋 特别香 东北人把家里散养的鸡 称为小笨鸡 它们下蛋可全看心情 笨鸡蛋的壳又白又薄 透着光 感觉它是半透明的 小笨鸡平时吃的食物 会天然一些 所以鸡蛋中的脂肪酸浓度较高 吃起来也更香 不过像鸡蛋这种容易爆的食材 究竟要怎么烤呢 这个签子 是不是要把鸡蛋穿在上面 对 就是用签子把鸡蛋贯穿过去 然后咱们再烤 用铁签穿生鸡蛋 真的能不把鸡蛋弄碎吗 我教你啊 就这样手 关穿 给它转 对 你转 然后这边一死劲 关穿 你整一个 还是这样 我以为是这样竖子 这样穿上 对 因为我们还有再穿一个 第二个 还要穿两个 对 就是从这一头是吧 对 就是两根签子穿一个鸡蛋 对对对 两个 一个还好好穿 两个确实是有点难 等于你把所有鸡蛋 一边先穿上 然后另一根签子再穿 再穿第二边 那太难了 左手三个手指 均匀用力拖住鸡蛋 右手拇指和食指 捏住铁签 一边钻 一边用力向前推 让铁签的尖端 突破蛋壳的阻碍 这鸡蛋它表面 特别光滑 所以你看 就是它可能就 对对 一下就滑到边上去了 所以说两手一定要使劲 看着我试了半天 没掌握要领 陈大姐又告诉了我 一个小窍门 咱们手要离签的 也近一些 近一些 对 就这么先往上顶 对一顶 这样给它点个小眼 phone 找到窍门 我本以为胜券在握 布料 对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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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任何一门首役的游刃有余 都需要大量的经验来堆积 호 我 当连续失败多次之后 我似乎也找到了点手感 这么忙 对 成功了 对 成功了 成功了 我紧张了 你知道吧 就这样就低了起来就不怕了 真是 对 你看 冲上走起来 先给他 对 这样只要咔嚓一声一响 咔嚓一声没有第二响就对了 他这个接的十点劲往里一转 对 对 到前面还是一顿 过来了 但是这俩不太平行 你看 发现了 用铁签穿生鸡蛋 绝对算是高难度挑战 穿第一个孔石 要缓慢坚定 不能心急 让铁签稳定地钻入 等到穿第二个孔石 就不能拖拉 让铁签干脆地冲出 当嫂子穿好了鸡蛋 就轮到韩大哥一显身手了 大哥 这鸡蛋 咱们直接就放在火上烤 这不怕炸了吗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烤鸡蛋的火候很重要 鸡蛋刚上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铺一点点的火 很薄一种 对呀 烤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东西 给它稍微敲一下 给它敲裂 对 这样它就不会炸了 是吧 对 就不会爆了 火大一点的时候 它肯定会爆 爆一下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这个时间掌握很重要 是不是 对呀 火候是衡量美味的指标 但是在烧烤架上 似乎更难掌握 盐与手的配合 是经验与技巧的结合 烤鸡蛋虽然奇特 但韩大哥家真正的招牌菜 烤鸽子 做法更加复杂 大哥 像一般的话 一个人能吃多少只鸡 正常一个人 一只到两只就够用了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老婆特别爱吃鸽 他一个人能吃 五只到六只这样 我还正在脑补着 能让一个人一口气 吃上五六只的烤鸽子 究竟是什么滋味 韩大哥已经用黄色的草纸 把鸽子单独包裹了起来 这鸽子包上了纸 还怎么上烤架呢 看我戴着手套就知道 这个温度肯定特别高 对对对 大哥现在这个炭火 这个温度有多高 咱们这个汉红火的温度 是700到800度 那怪不得了 我们这个胸脯冲下时间 给它摆在这个盆里就行 好嘞 因为胸脯肉厚 肉厚而接触火 对 近一点是吧 对对对 它就容易熟了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纸它进去 它不会着吗 这个就是咱们 最关键的事了 所以说就是 黄纸包好的鸽子 放在碳盆里 酥的一定要快 埋盐 对 一定要埋盐 木炭将鸽子埋得严严实实 从四面八方给鸽子加温 等到十分钟后 韩大哥通过盖盆 完成火力的调节 随着盆内的氧气消耗殆尽 木炭停止燃烧 用剩下的余温 温柔地把鸽子烹熟 就在我以为 可以大快朵鸽的时候 韩大哥却告诉我 还没烤完呢 难道这鸽子还得烤两次 大哥 这鸽子刚刚不是 已经烤好了吗 怎么现在还要再烤一遍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这么问 因为咱们黄纸包好的鸽子 烤完之后呢 它是七八分熟 咱们这边人呢 喜欢吃这个鸽子 喜欢干啪的那种口感 干香那种 对对对 干香的那种 喝点小啤酒 我感觉特别好 所以说呢 咱们就给它穿上之后 上炉了 再小火熏一遍 它这个火得铺薄一点 但是呢 这个火还得有红火 薄火红火 为什么 熏出来的鸽子 它才能是 金红这个颜色 如果说这个火 没有红火的情况下 火在后 没有红火 它熏出来的鸽子是黑色的 那这回再烤多长时间呢 这回也就是 七八分钟左右吧 七八分钟 我看您是 也是不停在翻动是吗 对呀 一定要不停地翻 两面胸脯烤的 烤一会儿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立起来 立起来 正好可以这样立起来 对对对 立起来烤胸脯这 因为胸脯这个位置 它是肉最厚的地方 所以要 要多烤一会儿 就接触火的面积 稍微搭一点 对就这个意思 小小的鸽子想烤好 花的功夫可一点不能少 翻转 直立 让鸽子的水分 在合适的温度下散去 只留下干香的肉丝 而吃烧烤更是不能浪费时间 这边下烤架 那边速上桌 趁热吃 才能算是不辜负食材的好味道 别烫着 这两个 有点热 还真是 夸夸掰就完了 夸夸 对 扮着这身 对 对 这撕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鸽子 它是有双重肉 这上面是一层肉 然后贴着这个胸脯骨着 它下面还有一层肉 外边这层肉呢 就特别干 特别干 吃得特别香那种感觉 对 现在觉得这个鸡蛋还挺轻的 东北有一个老话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越新鲜的鸡蛋 越不好扒皮 对 对 这就是这个不好扒皮的鸡蛋 说明这个鸡蛋好新鸡 特别新鲜的鸡蛋 是吧 对 尝一尝 嗯 吃了 吃了给你吃这个 嗯 真是秀恩爱 夫妻俩的好感情 就像是烤炉里燃烧的炭火 成就了两人的共同事业 也成就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